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入行的時候 剛剛在雷大香港 人山路不熟 文化水平不高 酒樓是包食包治 當時算是 算是聖工來的 因為工廠要吃自己 酒樓是包食 當時來香港的親戚 介紹我去做 當時神經常學會移民 沒有在香港做 做了一段時間 她和我的言意 有些不相似 於是遲了工不做 一個偶然的機會 我媽媽就在那間酒樓集工 她就問燒美師傅 請不請人 那時候就開始入行做燒美 就開始了 我記得我入行沒有紀律的時候 師傅叫我跟她做燒美 那一部分 不只是做斬美 那一部分 六點鐘就要回到公司 六點上班 不是六點才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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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點才起床 六點才回到公司 我們要透爐 要搬洕櫃的東西出來 整理好 等師傅回來 師傅回來 剛才只是下爐燒 那些叉燒鵝鴨 我們就套促了爐 整理好 全部的東西 等她回來 那時候就六點 直到晚上 我們下班就下班 11點 晚上11點才下班 是的 十幾個小時 十幾個小時 那時候很長很長 即是你可能是11點 下班 回家 睡幾個小時之後 又要開工 是的 因為那時候的交通 沒有現在那麼便利 那就麻煩了 是的 很多時候 那些人都會去住宿舍 但現在你這份工作 那個工作時間 是否稍微好一點 現在的年代又不同了 現在好像以前這樣做 沒有人做 我現在照顧這份 都不短時間 我們九點兩十點回來 我們回來晚上收十點過外 差不多有十一二個小時 是的 公司的要求 已經基本要十一個小時 連小班時間 現在你自己有時候 多工作做些 或者還未走得到 那你就變了 十二三個小時 差不多 如果要做多一點 就怕 因為你在家裡的時間是很短 跟家人相似的時間也是很短 我們遲了上班時間 即是在家裡是很短的時間 我們上班 小孩子已經上學 我們下班 小孩子已經上學 回到小孩子睡覺 即是跟家人根本是零溝通 沒有家庭溫練 不過長工時 除了會影響你跟家人相處 但因為我剛才跟你切燒鵝 你叫我用大力一點 但我大力了幾下之後 發覺手很痛 如果你長時間做同一個動作 是否會很傷肌肉 是很傷 因為我們做我們的行業 那些肩州員 那些手教路線 是很普遍的事情 所以曾經有段時期 有些人就要求肩州員 和網球手 納入工商條例 即是職業病 但到現在為止 可惜還未實行 我是第一次去砍燒鵝 第一次拿上手 其實燒鵝已經很熱 砍下去的時候 看別人砍 就覺得好像很容易 但自己又不夠力 要用力的時候 其實手做得幾下都很痛 因為你不用力 骨也不會斷開 所以師傅工多藝術 看到他們砍一隻燒鵝 都不用用兩分鐘的時間 但我們擔心師傅 如果長時間做同一個動作 又要禁用力 其實他們的手部 是很容易勞損的 加上這個行業 大家都知道工時很長 除了真的沒有時間 陪他們家人之外 長時間在做同一個動作 亦都會很容易導致勞損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去多些思考 香港各行業場工時的問題 我們都是希望有一個標準工時的立法 在2013年4月份成立 其實整個談的過程進展都會慢 大家都知道為何我們要成立一個標準工時委員會 所以來談香港工時政策 一個是香港工人的工時實在太長 灌絕全球 另一個問題是 無償加班的情況相當普遍 據調查 是有加班的工人之中 有一半人是沒有得到任何補償的 即是無償加班的人 是佔加班的人一半 所謂無償就是既沒有補錢 亦沒有補價 多一步你就白白為他做 所以標準工時委員會 討論的目的 就是要解決這兩個問題 一直討論到2015年 差不多兩年的時間 那時候就所謂提到有一點進展 就是在委員會裏 大家形成了一個共識 叫做要以立法的方式去規管工時 這就是我們認為是一個突破性的進展 因為之前的討論 大家都有其他的方案 例如以一個指引的方式 或者以其他的方式去規管工時 但是那次的會議 大家就共識到要用立法的方式去規管工時 本來就有我們叫做突破性進展 318之後 但是在接下來 318之後那幾個月的討論 我們都集體開過一個記招 去做突破性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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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向政府、向社會表達一個明確的訊息 我們希望标准公示委員會 都盡快回到318共識 這個方向上去討論 具體的立法方案 但是很可惜 去到11月份的時候 仍然不肯回到这个方向 而且还试图推动一个合约工时的东西 这个合约工时我们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东西 其实政府在2017年标准工时委员会的报告 包括一些建议合约工时和11个行业的工时指引 其实我们都觉得它是无助解决长工时的问题 因为合约工时打工仔已经没有二价能力 一个合约即使是每一天要他工作十四五个小时 如果他不签又怕没了份工 如果签了就更加将长工时合理化了 所以我们觉得这些方法都是无助解决长工时问题 而且政府在推动标准工时的工作的时候 就好像已经是有很多的前设 包括就会说标准工时实施了之后 就会有很多企业倒闭 雇主的成本又会增加了几多百亿 其实是完全没有提到标准工时的一些好处 其实香港人都是希望想在工作和生活之间 是拿到一些的平衡 其实政府是可以宣传多些标准工时的好处 其实香港是可以参考南韩的做法 南韩在十几年前已经是制定了标准工时 每个星期是做四十个小时 他亦都采取一个分阶段立法的方法 就是在2004年就是第一个阶段 一些一千人的大企业先实行标准工时 他们的承担能力是会强一些 在2011年最后一个阶段 一些小的企业 五个人以上的企业都要实施标准工时 这是一个过渡期 令到一些中小企 微型的企业 可以多些时间去准备立法这个标准工时 其实南韩在实施标准工时之后 它的经济是没有大的影响 GDP都是每年去上升 所以我觉得南韩的经验 是很值得我们香港去参考 香港人工作出了名是勤力拼搏 但是很多打工仔都希望 可以在工作和生活之间拿到平衡 我们会和各个行业一起 继续推动标准工时立法 也都欢迎各位打工仔 和我们分享下你们长工时的故事